机车族开错所牵错车的状况层出不穷 在台中有个男子就是如此 他想亲戚借车 骑了四年才发现自己骑的是脏车 不只是民众连警察也很容易骑错 为什么呢 根据调查 平均每2187辆机车就有一辆 这个钥匙是重复的 而全台湾光是机车就有1300多万辆 也就是说钥匙重复的几率并不算低 我这车呢 牵错车变小偷 学习男子感觉好冤枉 因为骑了四年的车 其实是亲戚的儿子悟牵 但怎么成了脏车 因为原本的车子和抱歉的脏车 钥匙竟然可以共用 那个机率太高 因为那个是管控的问题 对对对 那一般来讲的话 工厂出来他一定就是说 这个有我们注意看这个有两边 这边右边有凹槽 左边没有凹槽 拿出同车厂 相似款的两把钥匙测试 同一台车开不了 但另一台要开 其实不可能 因为钥匙模具组是三的七次方 等于一个模组会有2187组 但全台湾有将近1300多万台车 很容易就会出现循环 13333做了100个 或者什么做了100个以后 去混混了以后再做一批出来 就是说组合成一批出来 这样就不会产生 最常见的就是警局里的紧用摩托车 通常同款还真的会牵错 有没有拿错钥匙开座车的进行 有 有啊 嗯 为什么 因为 同型的 毛很像 因为模具组重复 半桥也曾发生 兄弟够花七万买不同款机车 结果发现钥匙竟然一模一样 而且还可以发动对方的车子 还有人只是帮朋友移车 结果也因为同一把钥匙 确实可以开两台机车 因此被判是雾骑而不是偷车 钥匙模具组循环制造 重复状况层出不穷 也害得无辜车主 倒霉被当偷窃 记者彭志明 苗栗采访报道